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 2012年2月浙江知名维权人士、民主党成员朱宜夫 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 公诉人员在法庭上的举证内容包括朱宜夫 在2011年中国茉莉花革命时期发表的诗歌是时候了 因此朱宜夫也被称为因一手小尸被判7年的异议人士 在美国一位联邦众议员几年来一直为朱宜夫 以及其他被关押的中国良心犯霍氏而奔走呼号 他就是来自伊利诺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霍格仁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霍格仁众议员 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畅谈中国的人权状况和美中台关系 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 号码是400120551 400120551 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您众议员先生 非常感谢您 非常感谢 感谢您的邀请 我们知道您上个月带领一个代表团到了台湾 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其他的台湾政府的高级官员 请您介绍一下那次访问的目的以及他的成果是什么 可以 其实我们好几位 我其实是代表伊利诺州的在芝加哥附近的一个选区 你也知道伊利诺州是一个农业大洲 我们与台湾的农贸关系是非常强劲的 所以我们愿意跟台湾的领导一起交流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说台湾对于伊利诺州来说 是全球范围的第15大贸易伙伴 很多比如说好像牛肉 大豆等等这些农作物 所以我们抢谈一下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促进我们之间的结合关系 我们知道台湾目前正在积极的争取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那么台湾同时也希望在国际组织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国际上有更大的生存空间 您是不是支持台湾的这种努力 是 其实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做了很多的这个方面的探讨 好像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或者是任何的谈判 是不是能够扩大这个TPP的这个韩国的范围 他们都积极地参与 那么对美国来说台湾是一个好朋友 而且在台湾有很多经济增长的机会 我就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 而且必须的努力 我也鼓励我的同事在探讨TPP的时候 如论我们是在这方面投票等等 我觉得台湾应该是这一个谈判的其中一员 而且我们要意识到在这方面台湾是一个关键的伙伴 那么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也邀请台湾的官员到美国访问 到伊利诺州到我们的农场去 亲自走走去看一看 怎么来这个生长这些农作物的 还有这个畜牧业的 那对全球来说都是很做明的 所以呢我们非常乐意跟台湾进一步的巧谈 这个加入TPP 还有别的一些这个机会 让我们两国都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 同时呢我们知道 您所代表的伊利诺州和中国大陆 也有很亲密的或者说很强健的 这种经济和贸易关系 很多的伊利诺州的公司 在中国建立了公司 从事各种各样的商务业务 那么中国的公司也在伊利诺州 进行了很多的投资 中国和伊利诺州在农业科技等等方面工业 这方面的合作都是很密切的 您认为目前双方主要在哪些领域进行合作 合作的前景如何 可以 那么就好像我刚才说到的 那么的确是 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振奋的故事 也就是美国和中国 尤其是经贸关系方面 所取得积极的这些进展 尤其是伊利诺州 我们州呢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 就是鼓励这个中国对美国的投资 对我们州的投资 就是给他们介绍我们的这些经贸的关系 给大家介绍美国 我就觉得其实经贸关系呢是双向的 那我在伊利诺州来说呀 农业毕竟是我们经贸很重要的一个环境 所以呢不单是在这个中国呀 在全球我们都希望能够出口 我们这个大豆呀 还有别的一些这个农作物啊 这个粮食 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设备啊 包括这个采矿的 或者是这个造路的啊等等 好像这个钻地啊呀 这些非常出名的啊 这些品牌都在伊利诺州设立总部的 所以呢当然还有技术啊 怎么能够呢来分享一些这个新的产品呀 或者是技术呀信息呀 对我们两国人民都有好处 所以呢我呢是鼓励大家 都来啊这个尽量的充分的利用的 伊利诺州所提供的机会 啊同时呢我也积极的找寻机遇 能够啊这个促进这个经贸的关系 让我们的经济能够增长 让我们伊利诺州好的产品 能够消往全球 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情况都非常的了解 您认为台海两岸的关系 或者说中国和台湾的关系 目前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您认为是在朝更好的方向来发展吗 这样我呢当然是希望他们之间能够和平共处啊 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关系 您也知道 很明显的互利啊这个互惠 而经贸关系能够让他们呢能够共事 那么当然的台湾呢是对于自由呀 对于开放对于啊这个民主呢 是有非常强烈的承诺的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台湾能够继续下去 那么当然也遇到了一些挑战 我们必须呢要关注这些挑战 而且呢要支持台湾正在啊 这个心心向荣的一些好的事情 希望呢台湾呢能够啊这个更强 而且呢更繁荣啊更蓬勃 尤其是他们的这个经济以及民主 相对于中国来说 对美国来说 台海两岸维持和平的这种现状 美国同台湾和中国都保持和平和良好的关系 重要性在哪里 对于整个亚洲 对于整个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而言 我觉得再次啊 也就是经贸的这种机会吧 反正我们回头看啊 作为美国作为一个民主 作为一个国家啊 那么的确是我们从来就是自由的东塔 对全世界人民来说都有这种诉求 我们呢高举人权 高举啊这个民主 对全世界的人民都是这样的 呃我们呃看这个政府 怎么对待人民 这个是我们所关心的事情 我觉得呢的确是呃 美国呢在这儿呢 应该呢是有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地方 来表述这种啊 帮助这个台湾 呃我觉得他们之间啊 这个和平共处 当然来说是好事 但是现在面对了一些这个让我们觉得关切的东西 一些挑战啊 啊对美国不单是我的选区 在别的国家 其实台湾是至关重要的 他绝对不能消失 同时我们也非常关心啊 啊台湾人民 因为呃台湾人民呢 应该呢有追求理想梦想的这种权利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我们要关切注意这个 关注这个事啊 希望他们有好的关系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中国国内的情况 刚才我们在岛屿当中主了 举了浙江的艺人是朱玉夫先生的他这个情况 2012年的时候他因为发表一首小诗 在中国的莫泪花革命期间发表一个事实后了 这么一首小诗 以及其他的一些呼吁人权民主的这些活动 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徒刑七年 那么在您看来中国政府这样对待自己的公民 让中国公民没有办法来享受宪法所赋予他们的言论自由 您认为这是应当的吗 作为一个美国人的角度 一个美国国会议员的角度 在此啊我就觉得对我们说极其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成为这个希望和自由的灯塔 所以呢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 或者是一个这个领导做一些不恰当的事 那我们要注意 而朱玉夫的故事呢是非常让人这种敬仰的 因为呢他就是代表了言论自由 所以呢他一辈子呢都为这个奋斗 那么应该是二月份的时候啊 他在这个劳中度过了63岁的生日啊 所以呢我们不能忽视这个事 作为美国国会呢必须代表他来这个发言 鼓励中国政府呢做恰当的事 而且呢得到好的医疗的照顾啊 在语中啊同时也能够跟家人联系 最终呢希望他呢能够获释 我觉得与中国的关系啊 其中啊常说的就是这么一点 也就是呢我们的这个朋友呀 我们共事的所有的这个人呢都应该做恰当的事 啊就善待他们自己的人命 而人权是一个道义啊的问题 那至少我相信作为国会议员 在这个岗位上呢我们就要为不能发声的人发声 呃而且人们在劳中啊 这些人呢我就觉得他们现在就没有这种声音 所以对于我对于别的国会议员来说呢 成为他们的声音极其重要 让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呢应该被制止应该有开放的这种胸怀啊 那不能够呢把这些言论自由的人啊 发表自己意见的人呢啊 这个投到域里头去 那么这个他们的权力呢受到了压抑 我现在受到一位网友的问题 这位叫Lloyd Hubbard先生 他在通过互联网向您提问 你对中国在美国的帮助下 发展经济却无法达成民主化和保护人权的目标 甚至中国最近还开始人权和法治倒退 怎么看经济发展为什么不能促进政治进步 这个问题提的好啊 那么其实呢我也在思索这个问题 当然呢有一些非常积极的步骤 但是同时呢会又听到了一些这些事儿 而这些事儿呢是跟我们的这种意图 或者是期待呢适得其反的啊 比如说没有善待自己的人命啊等等啊 我们当然希望大家都能够畅所欲缘 能够呢说心中的话 而这个言论自由呢 是我们会积极要捍卫的啊 要为 要为 为这些斗争的啊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专注点呢 就是全球范围内关注这些维权人士 人权人士 包括呢 这个给一些国家 一些政府呢 施压要让他们做恰当事儿 这也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家和这个政府 我们呢要好有好的经贸关系 但是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个别的国家呢 能够做负责任的事儿啊 同时呢要指出 如果他做的不能够为人们所接受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啊 那尤其上面要说到做到 这个是人们应有的权利 谈到应有的权利 我们又一位网友提出了问题 这位叫Ed Choi 这位先生 他说 罢工权是现代宪法普遍规定的基本人权 而新中国宪法始终不承认人民的罢工权 相对于旧中国宪法无疑是历史的倒退 请问议员先生 中共当局禁止人民罢工是出于何种目的 与其标榜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根本性质是否是矛盾的 这个其实对我们国家来说就一百年前甚至是一百年前都是极其重要的啊 就比如说当时呢我们有同工啊 那么还有一些啊这个被这个压迫的被剥削的这个人们可能呢一天十五十六个小时的工时 那么还包括孩子也是被剥削的啊 那么还有呢我们这个工作的这个场所呢对于工人来说并不安全啊 所以呢我们呢就发起来组织起来来为自己的这个权力抗争啊 这个就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 我们认为呢应该要继续鼓励中国要意识到啊 这个是对所有的人们呢能够发生能够受到保护是极其重要的 而且尤其也包括啊这些平常非常危险的这个工作 如果没有恰当的保护是不应该的 我们呢也作为美国政府要不断的想方设法要鼓励啊 这个中国政府能够包括这个工人在内的必须得到这个工作的安全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们现在邀请美国国会众议员霍格仁先生来谈一谈中国的人权状况 以及美国和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 现在我们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辽宁的吴先生 吴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您有什么问题要向议员先生提出呢 人人生而平等 照着赋予他们某些不可拨得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自由幸福的权利 我希望中国人能拥有这样的权利 好 谢谢辽宁的吴先生 议员先生 这位辽宁的吴先生提到了这个人人生而平等的权利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权利 这也是我们美国宪法当中开宗明义所说明的 但是在中国政府有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人权最重要的就是生存权 你只要能够生存了才有机会发展其他方面的权利 请您在您看来 关于人权有没有应该不应该有一个普世遵循的价格 就是把人的这种价值摆在第一位 至少我认为 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也认为 那么人们总是有最终的权利的 而每一个生命都是要获得尊重的 人们可以自己选择 能够养家活口 能够追求自己的梦想 这个其实就是自我的定义 作为一个人的定义 这个就是我们最基本的 必须被尊重的权利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我们的这种潜力 所以对我们来说 美国宪法来说是最基本的东西 我们的开国元勋 无论是政府也好 我们的法律也好 就是为了保护人的最基本的权利 这个叫人权 那么随着我们这个国家不断的这个状态 我们说了包括这个教育等等这些 人们都应该获得 我们跟中国这种关系 就是要鼓励中国政府 能够让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 全世界的人民都获得这一些基本的权利 我觉得的确是神赋予的这种权利 也因此我们应该为之而抗争 那么如果有人无辜的受冤 坐牢了 这些人我们就要禁止这些事 我们认为这样的这种做法 一些国家政府的做法必须被制止 我们刚刚又收到一位山东徐先生打来的电话 我们请徐先生提出的问题 徐先生您好 还有其他问题吗 等一会我们请议员先生来回答您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请江苏的周先生提出他的问题 周先生您好 老师您好 您好 请讲 人权是人的基本的权利 人权需要最崇高的法律来保护 任何多材质 他不可能讲人权 他们还没有站到人权物里面 他们只会侵犯人权 拨得人权 缺减人权 保身 整理健康 谢谢你 谢谢江苏的周先生 霍哥人议员先生看我们的听众确实对人权这个话题非常关心 就是一个政府一个当局有没有这种权利来限制公民的各种基本的权利 那么我们也具体联系到美国 美国现在我们也知道总统的选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那么在星期一的晚上两位总统后援人就很多的问题 其中包括中国的一些贸易问题 中国的经济问题 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您认为在下一届美国政府不管是夏威里克林顿或者是川普先生赢得白宫 他们就入主白宫 美国将如何发展或者维护同中国的关系 有没有办法来帮助中国人民来改善他们的人权状况 这样我的期待是无论是谁当选 这是很难预期的 可能全世界都在观望 11月8号我们投票日的结果如何 这要看选民有什么样的作为 那我就很难觉得这是很难预测 毕竟是这两位候选人吧 我都跟他们谈过 但是无论11月8号这个结果如何 那么与中国的关系 当然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更好地维护人权 跟国务院一起 无论是克林顿总统也好 川普总统也好 跟国会一起合作 我已经说过了 这些不恰当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让它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这个也包括人权的问题 那么无论是哪个人当选 哪个人主导白宫 我们都能够期待在全世界范围内 他们能够保护人权 尤其是在中国的人们 我想抓紧时间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 这也是一位网友叫Terry Wang 他提出的 他想向您提出的问题是 中国现在对世界各方面 然后他指政治经济文化安全 各个方面的影响会不会恶化 请问您对他这个问题怎么看 就是中国现在在目前世界舞台上 它的发挥作用到底是好的 还是不太好的 应该怎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这样我觉得我们两国至少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能够有更扩大我们的经贸关系 有更好的这种关系 那么但是在全球范围内 我们都要当负责任的国家 我们不能够有一些滥用我们的微信的做法 我们的国务院或者是我们的经贸关系 发展的同时不能够忽视人权 我们也会想方设法的找到这种机会 同时当然我们尽管要政洁 但是同时我们要顾及 这种发展不会倒过来制约一些人们 或者是他们家人的权利 所以中国人民对自己的政府也要问责 就好像美国人民像自己的国家政府问责一样 那么这样的话 也包括在全球范围内 要担当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为全球的人民谋幸福 这个就是我们期待中国能做到的 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而且回答我们听众观众提出的非常好的问题 谢谢 感谢 好 时间的关系呢 时时大家谈的节目 对美国国会众议员霍格仁先生的专访 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霍格仁众议员 在百忙当中接受美国之音 时时大家谈的专访 并现场回答听众和观众和网友提出的问题 请不要走开 我们接下来将讨论 整治劳工人士律师不手软 中国是否党权压顶 司法无望 我们接下来将讨议员霍格仁先生的专讯